重大消息 OpenAI现在可以上网了 而且还有插件的功能 你可以随意加入插件 把你一个普通的ChatGPT 变成一个神仙级的ChatGPT 有了这些不同插件的加持 你的工作效率会倍增 而且有了上网这个功能 你就能更好的去搜索资料 它的资料库不再停留在2021年9月了 你就可以更好更准确的去搜索你的答案 前几天当GoogleBud开了Google IO2023 相信OpenAI也急了 它推出的插件在多久前 看一下先 我的ChatGPT插件的影片是在3月24号 现在是5月18号 这么多两个月前了 不是因为Google 我觉得有一点不可能 因为那个时间线实在是太巧合了 所以这些AI巨头们在激烈的竞争着 得利的就是我们这一班用户了 现在我们就能尝试到ChatGPT上网 还有ChatGPT插件 再也不用安装第三方的插件 全部都是在OpenAI的ChatGPT里面 通通都可以搞定 我就用20枚刀订阅了ChatGPT Plus 所以你就不用了 说到订阅 在这个视频还没开始之前 别忘记先把这个视频给你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一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但你试试跟进AI的最新消息 就好像这个视频那样 还有分享更多更好用的AI工具给你们 让你们的效率瞬间提升 如果你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ayDo的调视好人包网 里一键调出网络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视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跟他专注 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我们就来看这个新的ChatGPT 到底是长得如何 最重要的问题 你到底应不应该用20枚刀去订阅了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就是ChatGPT 完全全新的页面 可能你说 他和之前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有一些小小的改变了 就这里有GPT3.5还有GPT4 在这里就可以切换了 之前不是这样的 之前你是GPT3.5 然后你按下来 你就选你要打一个语言模型 现在还就很明显的跟你讲了 这个是3.5 这个是GPT4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很好的切换自如了 这是减少的一个步骤 GPT3.5就是最快的大型语言模型 如果你是注重速度的话 GPT3.5肯定是你的首选 可是如果你要GPT4的话 他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最厉害的语言模型 而且GPT4只是给Plus的用户罢了 为什么没有刚才你讲的插件 或者是上网的 在这里呢 你有的选哦 完全没有的选 先别急 我们来慢慢看 之前是你按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全部东西 现在就不一样了 你就选择GPT4过后 左下角上下面 这里就有一个三个点 然后你就点一点下 这里有几个不同的选择 其实也是四个罢了 你就选setting 然后在这里 你就选择这个Beta Features 它就和你说了 As a Plus User Android early access to experimental new features which may change during development 所以这里 你就可以打开 Red Browsing 的功能了 你就可以让你的GPT上网了 而且在这里 你还可以打开这个Pluggen的功能 在我刚刚拍四大功能吧的时候 它刚推出罢了 所以在留言下面就有人讲 你的时间性很差 你看你所说的GPT 已经可以做到了 现在更新的实在是太快了 我已经尝试我最大的努力 来更新这些AI最新消息 确实我会慢了 那一点点 因为这个YouTube不是我的全职 我合作在屏幕前的你差不多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罢了 我也是要上班了 而且上班之余 还要让我自己得到最新的更新 然后再拍视频 再剪视频 再给你们看 说的有点长了 我们再回去 所以现在我们就尝试 Web Browsing 就是TreatGPT上网先 看它的功能到底如何 所以我开了那个上网的时候 我按下来 它就可以说了 按Browing 你一按了Browing过后 你这边的标志就会换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地球那样 所以这个就是说 现在TreatGPT已上网了 Tell me who is there you do的 最容易的了 就是我自己 看它到底能不能 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 它就在 Browing the Web 找着 找着资料了 它就搜索我的名字 然后开始按连结 在得取它的资料 所以现在就生成了两个版本出来 一个是英文 一个中文 在这里我们看它是说什么 David Duder似乎是一个TikTok上的一个用户 拥有210万的关注者 这个是正确的 和3,220万个赞 他的个人资料表明 这个用户是从事电影和摄影工作 此外 他似乎来自马来西亚 因为他的个人资料中有 马来西亚的国旗表情符号 哇 他就从一个马来西亚的表情符号 他就猜到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你需要直接查看他们的TikTok 或者是Instagram个人资料 所以 他所说到的是 相当不错 相当的准确 这个就是我一个很好的简介了 可是他到底有没有经验到我呢 这个我就有所保留了 因为像类似的答案 可能我们在两三个月前 安装一个插件 他就能找到 差不多一样的答案了 所以 你问我有没有被经验到呢 老实说 没有 OK 现在GPT上网 我们说完了 我们就看 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Plugin了 我们就去Setting这里 然后我们再去Beta Features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Plugin的功能了 这样子就打开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当你打开了Plugin过后 你按下来 他就有插件了 然后你按了过后 他就讲 No Plugin Enabled 在这里就点下去 你可以看Plugin Store 点这里 然后他就跟你说一些 Plugin的简介 这些Plugin都是地产房的 然后不是在OpenAI的控制范围里面 所以在这里你要小心哦 然后Plugin他就把 TrackGPT连接去别的软件 所以如果你对你的资料很敏感 你不需要你的资料被外泄的话 可能你就不要用Plugin了 然后他还说 TrackGPT才自动选Plugin 就从你的提问里面 他觉得你是需要什么Plugin 他就会给你什么Plugin 前提是你要先安装了那个插件 才是哦 然后在这里 就是他Plugin的商店了 他一面总共有8个给你选 然后他这里大概有10个 10面这样子 我们就来随便看一下 有蛮多的 诶 有WebPilot哦 我们安装一下WebPilot先 实在是太多了 Savie Trader AI Real Time Stock Crypto & Other Investment Data 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用 TrackGPT来做投资的 渠道投资的一些资料 然后还有一个 Create and Edit Diagram Directly in Chat 弄一个Diagram出来 在你的聊天那边 Tasty Recipe 就是 哇哦 可以做一些很好的食物 当然了 那你有人拒绝好的食物呢 对吧 实在是有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们就看最流行的是什么 他刚推出的 那个影片里面 都是这几个熟悉的脸孔 在这里我就安装 Open Table 然后还有 Wolfram 这个是一定要的 因为这个数学天才 我们配合 语言天才 ChatGPT 还有数学天才 两个融合在一起 到底会发生什么火花呢 我就安装了五个插件 所以同时间 你可以选 你可以启动几个不同的 Punket 在同时间启动 你就不能选更多了 你一次过只能选三个罢了 我们就选 Web Pilot Show Me 然后还有 Wolfram 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神仙组合 如果我说错的话 记得留言在下面给我们知道 你有更好的组合嘛 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问 Who is Derry Duder Tell me who is he 这个是已经启动了Plugin 你能看到他现在用Web Pilot 这个插件来生成那个答案给我 然后他用Web Pilot这个插件 他就能找到几个不同的网站给我 我们就能看到在这里 他能找到Instagram 他能找到TikTok 他也能找到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他也能找到我的Twitter 还有Facebook、Pinterest等等之类的社交媒体 在这里他就蛮详细的解释了 有多少个粉丝 然后到最后他还给了一个连接给我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然后他就直接带入到我的TikTok来了 你看到 这个就是我的TikTok了 用Web Pilot 你也能找到类似的资料 可是现在我选了三个Plugin 他好像只用了一个罢了 Show Me In Diagram 因为这个我们就要启动另外一个插件 我们就按Enter 看他会不会启动那个第二个插件 他就立刻马上启动了 Show Me这个插件 然后这个Show Me 他就生成一个思维导图给我 好了现在你能看到我的社交媒体有 Instagram、TikTok、YouTube、Twitter、Pinterest、Facebook 然后你能看到他生出来的结果 你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思维导图 是一个Diagram 你就很少或是几乎没有看到 TikTok会生成这样的答案 我们平时看到的只是一堆文字罢了 就好像上一个这样子 你看到他给我5个Point Form 现在他有了这个插件过后 他就能生成一个Diagram出来 有Diagram的话会比较容易消化 你能用这个插件来做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插件还没有用 就是Woo from Alpha 我们就随便问他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你要环游世界需要多久呢? 现在他就启动了Woo from这个插件 我们就能得到类似的答案了 所以以一般人步行的速度 环游世界特别是沿着车道行走 大约需要420天 这相当于3.6、10Power7秒 这个是非常大的 还有60万分钟 1万个小时 59周 或者是14个月 请注意这些估计是基于连续旅行 没有任何休息的情况下得出的 实际上当考虑到休息 旅行逻辑和不同地形因素时 时间会更长 作为参考 地球的测道周长大约是 24,901.46亿英里 这个就是Woo from Alpha的威力 我们就问他 这个地球上可以装几多个人类 他也是启动了Woo from这个插件 这一次他启动两次了 不知道是能出来的结果会怎样的 然后他只能出来的答案是 和我的想象有一点分别 他给出的答案 并没有任何的数字 反而的他给出一个 非常有逻辑性的答案出来 地球能够到多少人的问题是复杂的 因为有陪伤做的不同的因素 比如说生活水平 资源消耗和环境可持续性的东西 等等之类的 所以在这里他就没有给出任何的数字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叫他去做一些数学问题 Differentiate这个equation 然后我们按Enter 然后他也启动了Woo from这个插件 然后他就立刻马上生成答案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数学问题的答案了 你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了看完这个插件 不懂你有什么想法 刚才那个Chachimiti上网就 我就觉得是比较逊色一点 可是这个插件是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尤其是他的生成那个Digram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功能能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20每刀这个价格是蛮合理的 全体是你要每一天都用 签你每三个小时可以生成25个答案 这个投资是非常非常的棒 如果给我1分到10分的话 我会如何评价呢 我就给个6分 有点低 6就6分7分那样 为什么他不是满分 因为他的上网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有一点逊色 如果不是因为他插件的功能那么的优秀 我觉得我应该会给5分或者4分 可是因为他有了插件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给5分的话 就有一点不公平了 可是为什么是7分而不是10分呢 你说的那么好用 我们别忘记BIG AI在这个月会 他也会推出Plug-in 然后BIG AI也将会置入一些插件 到他的聊天机器人当中 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就给了一个6到7分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这两家公司都还没推出他们的Plug-in功能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啦 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赞给打去五页六色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带你时时更新AI的最新的消息 还有分享更多更好用的AI新工具给你 让你提升你的效率 如果你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ayDo的调色蓝包 帮你一键调色网络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跟你的专注去 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